记得 做老实的人 做听话的人 就好好把你的眼睛 把你的心放在听经 不要东张西望 心在这个念佛堂 但是心不就跑到哪里去了 那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 它全部有十三品 像我们五量寿经有四十八品 地藏菩萨本愿经 它有十三品 它的内容我们先看 从刀立天宫神通品第一 一直到分身集会品第二 那前面这两品 它的最重要的是 是为我们介绍什么呢 就是介绍能化之主 这个主是谁啊 能化 化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来看 能是讲有能力 有能力 第一章王菩萨有什么能力呢 他有什么能力教化众生 帮助众生能够在这一生当中 离苦得乐 就是说他有什么样的能力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不要再过那种痛苦的生活 烦恼的生活 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生超越六道轮回 了生死出三绝 让我们过那种很幸福 很美满 很快乐的一种生活 他有这个能力 什么能力呢 下面会慢慢的给大家介绍 那这个法祖 这个法祖是谁啊 这个法祖呢 就是所指的就是地藏王菩萨为代表 法祖 像我们讲弥陀经 弥陀经的法祖是谁 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为代表人物 法祖是谁 是地藏王菩萨 那这两品啊 这两品最主要的是为我们介绍什么呢 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这一次啊 在刀立天 举办这个法会 他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谁 就是地藏王菩萨 那地藏王菩萨五量节以来 他因地是修行什么呢 在修行的时候他修什么 为什么诸佛菩萨称赞 地藏王菩萨五量节都称赞不完 他是怎么修行的 所谓的做核行立核愿 这两个 做核行立核愿 他用什么方法修行 他发什么愿 为什么这位菩萨这么厉害 这么了不起 为什么一切诸佛菩萨都没有都不称赞的 而且他的成就是无量无边不可适议的功能 都是介绍这个 谁来请法的呢 文殊势力菩萨 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第一品 谁来请法来代表我们来请教释迦牟尼佛 是文殊势力菩萨来请教释迦牟尼佛 他说佛啊 地藏王菩萨过去是怎么修行的 他的了不起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没有一尊佛都不称赞的 佛啊 你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 能不能为我们说明一下 这个地藏王菩萨的了不起在什么地方 让我们了解 才不会产生误解 所以我们看下面 然后呢 我们呢 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对这一位菩萨 你能够生起坚定的信心 地藏王菩萨所讲的 你对他有信心 你不从来不怀疑 你对他真的相信不疑的 像我自己 对地藏王菩萨那种慈悲 非常的深信 只要你跟他有缘 地藏王菩萨都会来帮助你的 你要跟他有缘 怎么有缘呢 送他的经 听他的经 念他的佛号 你就跟他有缘了 他就会来帮助你 你走到哪里 他就会帮助你 只要如理如法 你求他 他就会来帮助你 所以地藏王菩萨 每一天五点到七点凌晨 他会来观察这个人间 来观察 看哪一个众生跟他有缘 他就会来帮助他 这个叫做能化之主 那我们来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下面 这个是前面 第一品跟第二品 那我们看下面的第三品 第四品 第五品 那这三品的内容 他的主要性是讲什么呢 是讲地藏王菩萨 是手画之机 手画之机 这个机的意思呢 就是哪一类的众生 什么意思呢 说明地藏王菩萨 他所教导的众生 是哪一类的众生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 众生分为很多类 你是属于哪一类的 这个我们要知道 我们虽然看起来 每个头发都是一样的 都是黑的 血都是一样的 都是红的 吃的都是一样的 都是吃饭 无骨杂粮 没有一个人都 离不开这个的 但是每一个人的个性 不一样 像我们的维诺 我们的维诺的个性 跟木屏的维诺的个性 有时候不一样 有一些人喜欢 对不对 喜欢什么 喜欢去海边去游泳 有一些人喜欢到森林 有一些人喜欢 跟朋友聊聊天 讲讲话 有一些人喜欢在家里安静的 所以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 那地藏王菩萨 所教化的众生 是哪一类呢 我们看第一个 比如说不孝父母的 不孝父母的赶紧回头 要尽孝父母 这个是第一类 那我们看第二类 造作恶业的众生 要赶紧忏悔 赶紧回过 这个是第二类 第三类的是哪一类呢 喜欢毁谤佛法的 毁谤三宝 对佛法 对三宝不敬的 不相信因果 赶紧回头 改过自信 你想一想 不孝父母造作恶业 不信因果 毁谤三宝 不敬三宝 你想一想 这一类的人 不好 不能一对 你不要说 跟他讲佛法 他不来找你麻烦 已经算阿弥陀佛了 但是地藏王菩萨 看到这一类众生 很可怜 所以想尽办法 要怎么样来帮助他们 不要再造作恶业 因为你造作恶将来会堕地狱 你不孝父母将来会堕地狱 你毁谤三宝 你将来会堕在地狱的 所以想尽办法来帮助他们 但是有时候众生不领情 回头过来 又来打 又来骂 又来批评 这种人很多 你想一想 这一类的人不容易读 不要说这一类的人 你看我们有时候遇到朋友 朋友如果不讲理的人 你看 你怎么帮助呢 真的很难 或者遇到一些 而你不听话的 有时候 我们的头真的很痛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何况这一类的众生 你想一想 地藏王菩萨真的太了不起 对我们每个众生都非常的关怀 来照顾护年 所以真的不容易 你从这个地方 你就明白 地藏王菩萨太了不起 今天比如说你的隔壁 天天毁谤三宝 骂父母的 伤害父母的 伤害喜欢打人的 你然后跟他讲 你发愿 我要去度他 你敢吗 你敢去度他吗 我相信没有人想要 所以我们看下面 因此 这一类的众生 都是地藏王菩萨 他所教化的重点 他所教化的重点 真的不容易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更加了解 为什么在佛门里面 称为地藏王菩萨的 愿力是最大的呢 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在佛门里面 在经典里面 十方诸佛菩萨 都称赞地藏王菩萨 他的愿力是最大的 什么原因 因为地藏王菩萨 就是专出现于 出现于什么呢 无佛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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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等于什么时代呢 是末法的时代 末法的时代的众生 你想一想 他的身心都非常的着恶 身心非常坏 身心都非常的刚强 身心非常的顽固 天天都是造业的 天天都是做坏事的 天天都是搞杀盗 血饮 贪嗔痴 自私自利 明稳立养 像这一类的众生 你想一想 地藏王菩萨 专门出现在这个时代 无论他在哪一个世界 都是出现在于什么呢 没有佛的时代 佛的时代 叫做正法的时代 你想一想 释迦牟尼佛 离开我们这个世间 已经将近三千年了 米勒菩萨将来 要出现在这个世间 还很长 五十七亿六百万年 这个中间空档 没有佛的时间 地藏王菩萨 就是出现在这个时候 你想一想 他不是了不起 那是什么呢 太了不起了 值得我们称赞的 这个就是所讲的 能化之机 这个是第三品 第四品 第五品 然后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一个一个来为大家介绍 因为时间很短 再有还有四分钟 那第六品 第七品 还有第八品 这三品 是为我们说明什么呢 你看哦 为我们说明 地藏菩萨 度生之缘 这个缘是讲方法 是讲善巧方便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地藏王菩萨 他想要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他想要帮助众生 将来过得幸福美满 快乐的人生 他以什么样的善巧方便 以什么样的方法 来帮助我们呢 比如说我们看 烧香啊 供灯啊 供水啊 所以我们佛门里面 这些供灯 供花 烧水啊 这个烧香 都是从地藏菩萨 本愿经开始的 你看我们的桌子上 有没有 供灯啊 有没有 这些供花 供水果 供水啊 都是从地藏菩萨 本愿经里面 开始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烧香 供水 供水果 供花 诵经 用这个善巧方便 来帮助我们 教我们怎么呢 广修 供养 教我们怎么呢 修 布施 造作种种的 善缘 也就是地藏菩萨 是怎么教这些 终生的呢 第一个啊 这些下面会慢慢的 给大家说明 没有别的 什么三小方便呢 除了烧香 除了这些 供花 他的表法 主要性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没有别的 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都是劝导这些众生 比如说 不孝父母呢 赶紧要发 孝心 要发孝心 不懂修善的 赶紧要修善 不进三宝的 坦快 要对佛法 要生起信心 要供养三宝 这个就是 以种种的善因 来帮助我们 为征善缘 来帮助我们 令众生 能够离恶道之苦 因为恶道很苦的 地狱 畜生恶鬼道 是很苦的 所以称为 度众生之缘 缘就是善求方便 就是方法 用这种 供香 供水 这些水果 种种 用这种布施 来帮助我们 不要去造业 好 我们看下面 最后 最后 这一部经 有五品 那这五品里面 从称佛名号品 第九 第九 一直到全经的圆满 总共有五品 总共有五品 最后 这五品里面 最主要的 它的重要性 它的教诲 是为我们说明什么呢 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听清楚 这五品的内容 主要性的 它教我们什么呢 教我们成佛之音 就是成佛的正音 用什么方法成佛呢 你看哦 这一部经 是非常殊胜 前面为我们介绍 仁天善恶的因果 你想要得仁天善恶 比如说 你将来要得仁天的福报 就说你不到西方体的世界 起码你不会多在善恶道 它教你怎么说 怎么做 怎么修 一直到讲成佛的因果 是怎么成佛的呢 这个很重要 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佛在这一部经 明明的为我们说出 成佛的方法 成佛的方法 用什么成佛的呢 念佛成佛的啊 你看哦 地藏谱 本愿经到最后 教我们成佛 还是离不开 用什么方法 你看 念佛成佛的 你看哦 绕来绕去 到最后 还是要念佛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在这一部经啊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虽然是以念佛 成佛的方法 但是在念佛当中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